高雄城中城大火 造成四十六死 四十一傷 罹難的四十六人當中 已經有四十四個人確認身份 親屬這兩天 也陸續被通知到殯儀館指認 市長陳其馬 今天就先到殯儀館 慰問罹難者家屬 再到醫院探視傷患 他強調市府會全力協助住戶的 喪葬跟醫療 也會協助災民的後續安置 而市府已經開設了捐款賬號 將專款專用 協助災民的相關需求 家屬在社會局等單位 帶領下來到殯儀館 辦理相關程序 要指認罹難的親屬 高雄城中城大樓十四號 凌晨發生大火 造成四十六人罹難 經過檢察官漏葉香葉 目前有四十四人已確認身份 十五號上午 家屬也陸續被通知到場指認 曾中城大火造成四十六死四十一傷 是臺灣近年死傷最嚴重的火災事故 市長陳其邁上午先到殯儀館 為問家屬 接著又到醫院探視傷患 被問到是否該為事故負責 除了死傷住戶由於大樓被燒得面目全非 加上檢警這兩天還在做相關勘驗 幸運逃出的住戶 有部分先被社會局安排入住旅館 也將協助後續安置 目前我們掌握有二十二戶 是一清的一些名單 那這些名單 我們都會陸續跟當事人做聯絡 也瞭解他們現在的一些需求 陳中城不少住戶是落勢民眾或年長者 事故發生後許多熱心民眾紛紛表示 想幫助住戶 市府也為陳中城大火開設捐款賬號 到時專款專用在協助災民的相關需求上 記者高雄報導